忍辱终腰啊 什么都要能忍啊 我们受一点冤枉 别人毁谤 侮辱 障碍陷害 跟格力王各界身体差很远啊 释迦牟尼佛都能够忍格力王 我们遇到这点小似怎么不能忍呢 那不能忍你到底学的是什么 你修的是什么 你就完全错留啊 要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 遇到一切人是无 全都是在考验我们 那六根借出这个境界 起不起贪心 那如果起贪心你错了 你功夫没有了 你功夫没有了 逆境里面 遇到人毁谤你 指着彼此骂你 你怎么样 你马上无名活塞 就发出去了 这也就完了 一天到晚 从早到晚呢 在境界当中 修清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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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蓬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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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那么换一句话说 在您面前表演的这些人 全是菩萨了 全是善知识 要感恩 要恭敬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我们细读六祖探经 你才发现六祖是真修行人 真的顺经的徒 不起谈念 不起心不通念 逆境里头 他的逆境多 他没有背景 穷人家里出生 父亲找死 母子相依为命 苦不堪意 自己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砍柴 卖柴为生 乔夫 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 抗战时候还有 有卖柴的 有卖水的 抗战时候 城里面没有自来水 水一定要靠人挑 有人专门 专门做这个行业 每一天在外面河边上跳水 跳到城里来买 这些人生活非常苦 非常可怜 所以慧能大使 平坚出生了 虽然24岁 无足把衣钵传给他 没有人服气 所以都说 无足糊涂 怎么会把衣钵传给他了 大家去找他 要把衣钵夺回来 甚至于把他害死 他在猎人队里头 躲藏了十五年 十五年之后 这个事情被大家淡忘了 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是死是活 没人知道 十五年之后 他看到 这些障碍 没有了 他才出来 被印宗发私 发信 印宗是个了不起的人 没有基督心 听说他是第六代族 对他非常离近 请他把衣钵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会能把衣钵掌握开 印宗很慈悲 给他剃杜 所以六族出家 剃杜 是印宗 印宗给他剃杜之后 回过头来拜他为师 所以印宗是六族会能的法子 他们两个是这个关系 互为师徒 印宗在南方 是很有名望的大法子 这转过头来拜他为师 水掌传告 六族的身份地位 立刻就提升了 印宗的功德不可思议 六族一生 多了43个人 多开悟了 大彻大悟 明信见信 印宗是其中之一 吴金藏比丘尼 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 我们如果 不知道 这些戒律一归 最低限度的沙弥律 是戒 二十四门为宜 要做到我 二十四门为宜 就像儒家的弟子规一样 日常生活当中 必须遵守的 规则 六波罗蜜利特地 戒 持戒 内容包括这些东西 忍辱忍度 不施持戒 不施持戒 是修德 行善既得 如果没有忍辱呢 功德 全都破坏掉了 有福德 没有功德 能忍辱 福德 就变成功德 不能忍辱 功德 功德 就变成福德 梁武帝 遇到大慕祖司 梁武帝是历史上 著名的大护法 以过往的身份 在他境内 造的四孕 四百八十所 护持出家人 十几万人 所以他很自豪啊 大慕到中国来 两个人见面 他就非常夸耀 问大慕祖司 我做的这些事情 功德大不大 大慕祖司 告诉他 并无功德 他就很生气 立刻下令 送客 总归就牵他出去 问都不问 就送客了 这是什么 一句话 冲动 梁武帝后来后悔 但是面子下不去 不好意思再请他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梁武帝所修的是福德 没有功德 如果梁武帝能够谦虚 能够恭敬 能够忍辱 他修的是功德 这不能忍啊 不能忍就不能紧 所以忍辱是精进的前方病 也是禅定的前方病 不能忍怎么能得定 所以金刚经上讲六波罗密 对于布什跟忍辱讲的最多 布什是修功德 忍辱是保持功德 不让功德变成福德 功德变成福德了 就辨迟了